仔细看,一只稀有的黑色花豹前不久抓住了一只羚羊 虽说它外表看似凶猛 可实际上它也是一只底层的打工豹 不仅给猎狗打工,它还要给同类打工 这只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黑色花豹 也为无法忍受猎狗和同伴的蹭犯 于是决定远走它乡,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原本就营养不良的它 又徒步奔袭了好几个小时还没进食 累得已经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就在河边趴下休息了许久 一直到了夜间 花豹利用皮肤的优势轻松抓住了一只羚羊 饥饿的花豹本来想着好好地吃上一顿 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接着赶路 可让它没想到的是 正当它叼着羚羊准备走的时候 从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只花豹 害怕的它,担心挨走 丢下羚羊头也不会就跑了 而被经常蹭饭的花豹 今天终于尝到了甜头 不费吹灰之力 轻轻松松就得手了一整只羚羊 镜头一转 花豹刚刚狩猎了一只油猪蓬蓬 可不巧的是 这一幕正好让两条出枕的猎狗发现了 尽管花豹把美食送给了猎狗 但这不是他心甘情愿送的 花豹在附近躲起来 等猎狗不注意的时候 再设法将送出去的蓬蓬抢回来 不过可惜花豹等了许久 也没能找到动手的机会 因为两条猎狗在蓬蓬跟前寸步不离 再发现花豹还不死心 这对猎狗竟然一个吃 一个负责驱赶花豹 这让花豹只能眼睁睁看着 美食让猎狗越吃越少 由于实在太恶 花豹决定来到猎狗跟前求个情 希望能让他吃上几口 可花豹怎么也没想到 猎狗竟然这么不要脸 这兄弟两个不仅没有给他分上一小块 他们竟然差点把花豹给掏了 幸亏花豹跑得快 不然两条猎狗要是抓住他 肯定把花豹给搬了